我们现场也代表了部分的民意 不过其实我们也不是随便骂的 因为这真的是我们Keeper热搜的 最大头条的前两名 你看现在灯会已经是大家 说共事了 如何能够让偏乡 或者是说原本大家觉得资源 比较不够的地方 竟然是变成全球的焦点 全国的焦点 那么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大家说很大的国际级的舞台 结果就把他推出去了 那恭喜啦 那希望台中好好加油啦 好不好 那不过呢 我们再带你来看到 这个网友们最推荐 或者是会关注的 就是这个已经延烧了 一个多礼拜的新加坡情侣 他们到底有没有杀了 他们自己的骨肉呢 DNA报告已经揭开了 确实在他们饭店里面 找到的血迹 还有跟这个女婴的接破报告 这样一比对出来 就是他们 现在人跑回去了新加坡 还在那边大声喊冤 据说现在是人间蒸发 那我们就来看看 司法能够办到哪里了 那接着呢 我们再看到 非核家园难不成要破功了吗 这个是现在大家 也在讨论的话题 我们Keeper热搜 跟二一知识线 我们来统计 今天大家最关注的 第四则新闻 就是非核家园是不是破功呢 因为经济部长他来报告了 他说2025年的时候 电价有可能 照现在这个数据 预估下去的话 可能会大涨三成 而且呢 他就公布了 之后2025年 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能源配比 现在呢 是没有的 那过去好过去没有 未来可能核电要至少占一趴 那这样子又引起了核电的论战了 到底该怎么办 工商界的反应又是如何 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大的讨论 那不过呢 其实大家也很担心 你知不知道 现在地球暖化很严重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虽然川普他不相信 科学家给他证据 他都不相信 但是你知道现在 挺有异象吧 好 现在呢 真的越来越多的异象 南半球的这个海怪 大鱼 大的翻车鱼 它现在竟然穿过了 一万公里以外 到了北美的海岸 所以呢 这个专家都傻眼 他说天哪 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过 这样子的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现在呢 就必须要赶快来做一些调查了 尤其洋流啊 或者是地磁啊 会不会有一些改变 对我们人类 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后续 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关注啊 不过呢 再看看呢 现在呢 Special帮您精选的 你不能错过的 就是韩国瑜 又跟人家对杠上了 这一次对杠林卓水 林卓水呢 在自己的脸书 好几次来泡打韩国瑜 然后呢 甚至啊 因为其实最主要 就是最近啊 韩国瑜呢 他不是一天到晚出门吗 那他现在呢 又说啊 我有两天我要取消啊 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啦 这样子 人家担心说 你是不是有点不健康了 是不是还好吧 太累了哦 韩国瑜就说 没有啦 我不是林黛玉 我不会这样病倒的 听起来非常的震慎人心 结果呢 前面见到的一位 林卓水啦 他就说 对你不是林黛玉 你韩国瑜是 林黛玉2.0 就是进化版的 那韩国瑜当然就反击了 他就说林卓水 你就是一个酸梅先生 只会说酸话而已 这没什么 林卓水继续来对杠啦 他就说 我不是说你的身体像林黛玉 我说的是你的性子好敏感哦 说你一下子 你就在那边反应很大 这个叫做林黛玉 那现在呢 这个口水战要怎么打 其实呢 好 这不是很大的重点 重点是 中共对我们的文攻武嚇 相信炮对准台湾 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 所以内阁再次硬起来 只有做战争的准备 才能得到和平 立委逼问两岸关系 苏贞昌强势表态 正巧中国举行全国人大会议 苏贞昌一席话 说给中国听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台湾从不去招惹北京 反而习近平今年一月二号 他就发表 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就是统一进程的努力 都是他在破坏现状 中共再度强调习五条 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但立委陈一杰没听懂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白话文讲一次 习五条简单来讲 哪五条 第一条统一 第二条统一 第三条统一 第四条再统一 第五条要统一你 习五条就是要统一你 这不是要濒临城下吗 OK 所以就是你的认为说 这一切一切 只要是说漂亮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正在被统战中吗 当然啊 陈一杰显然对两岸条例很不熟 言看交不会 全民通火都来了 我们珍重大院所通过的法律 主委 calm down 我笑的是因为用同样的语言讲不通 还要用英语讲 calm down 立委之群却一直帮中国讲话 换苏贞昌无法冷静 主委的这种态度 我觉得不是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的办法 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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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中国一下嘛 没有半句批评中国 都只是批评我们自己政府 苏贞昌捍卫国家立场 面对中共统战手段 政府不会屈服 我们面对现实是应该的 但绝不脱下 三权约 李维廷 谢孟哲 SNG小组 台北报道